究竟可白的子女有沒有一個權利去自行在聯名戶口提出資金呢? 究竟可以怎樣避免可白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大家好,相信大家近來都有留意可白事件 今天就想用一個前銀行職員的身份去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事件 今天的影片主要是針對一般人對聯名戶口的一些誤解 以及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議方法去避免可白事件發生在你們身上 事先聲明,由於每個國家和銀行的policy可能有少少出入 以下的建議純粹是個人經驗所分享,指作參考用途 如果有需要的話,大家請認真去求證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分析 第一個問題,究竟可白的子女有沒有一個權利去自行在聯名戶口提出資金呢? 我們先給一個假設 因為聯名戶口其實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單簽,即是聯名戶口裡面的持有人 隨便一位簽名就可以做一個交易 第二個就是雙簽,就是要兩名或者所有聯名的持有人 一起簽名才可以完成那個交易 我們先假設這個賬戶是一個單簽 Join account,anyone to sign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可白的子女是有權利把那筆錢拿出來的 因為一個聯名戶口,如果是一個anyone to sign的一個聯名戶口 隨便一方簽名,不需要事前通知對方 其實已經可以把資金拿出來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可白的子女其實是有機會可以合法地把那筆資金拿出來 而事先不需要讓可白知道 好,第二個問題就是回應定期提早拿出來的罰款問題 究竟提早拿定期是否真的會有罰款? 罰款的加抹一是多少呢? 一般的定期分兩種,一個是cashable,一個是long cashable cashable就是隨時可以拿出來的定期 拿出來的時候就不會有任何罰款的 你隨時也可以拿出來 而另一種可能是long cashable 不可以隨時拿出來的一個定期 那如果你這個定期,假設是明年一月舊期 而你今年十一月就已經拿出來的話呢 那就會有一個罰的金額 而那個罰的金額是取決於你到期日還有幾場 還有那個銀行的policy 每家銀行的做法都不同的 所以如果可白的定期是一個long cashable的定期的話 提早拿出來其實是會有機會要罰款的 第三個問題,究竟聯名戶口和授權人有什麼分別呢? 那我先講一講授權人 授權人其實就跟聯名戶口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被授權那位人士其實是不擁有那個戶口的 聯名戶口呢 當可能兒子和爸爸有個聯名戶口 其實兩個人同時間都是擁有這個戶口的 不論是join to sign 還是anyone to sign 他們都是同時間 裡面的資產都是under他們的名字的 但是如果爸爸授權給兒子 去使用他的銀行帳戶 作出銀行交易 那封授權信呢 不代表兒子是有擁有那個戶口的 分別就是資產其實不是under兒子 只不過子女是有權利去動用裡面的資產 而動用那個範圍都有限制的 如果一般的授權信呢 其實就只可以做一般的銀行交易 例如拿錢、轉錢、交單、交支票等等 如果你要做一些借錢或者更加複雜的授權行為呢 其實一般的授權書是不包的 有些銀行會要求你有一個律師認可的授權信 才可以做更加複雜的銀行交易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你要去選擇開聯名戶口還是授權信的時候 你會考慮什麼因素呢 第一就是你自己有沒有一些稅務的考慮 如果你開聯名戶口的話 因為聯名戶口的資產都會是隸屬於那兩個 開了戶口的持有人 你的稅務也會受那個資產影響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授權人的話 你爸爸授權了他的帳戶給你使用 他的資產不等於你的資產 你可以使用他裡面的資產 但是不會遭受到一些稅務的問題 作為普通大眾的你 其實應該都會很關注你這個問題 就是究竟可以怎樣避免可怕事件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第一個建議就是 如果你需要開聯名戶口的時候 你確保自己開一個雙簽戶口 Join account both to sign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很多時候銀行都需要兩個人的簽名 才可以完成那個交易 那你那個風險就會大大減少 因為你每次做交易的時候 銀行都需要你出示兩個人的簽名 才可以完成那個交易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每天都設好一個最高的提款金額 例如你一個聯名戶口 anyone to sign 任何一方都可以拿錢的時候 如果你擔心對方一次過拿你的錢 拿太多的話呢 你可以將那個金額呢 就去設置到某一個金額 例如每天一千塊甚至五百塊的一個上限 那個好處呢 就是當你發現有一些猶疑 有些懷疑的時候 你會有足夠的時間 去跟銀行去討論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可能如果對方想拿一萬或者十萬的 但每天只可以拿一千塊 那他要分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 才可以完成整個拿錢的交易 那你就會有多很多時間去跟銀行討論 甚至可能凍結那個戶口 避免那些資金 在你不情願的情況之下 被別人拿走了 那第三個建議呢 就是取消銀行卡提款的功能 那有時候聯名戶口呢 有一個幣處就是可能有些銀行 會被聯名戶口的持有人 拿著將銀行卡去提款機那裡拿錢的 那在這個情況呢 你可以跟銀行說 你想取消這個銀行提款機功能 每一次交易呢 都需要持有人直接去到櫃台 進行那個銀行交易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大大減少了一般另外 持有人可以利用銀行卡 私底下拿錢的一個風險 因為每次交易呢 你們都要一起去銀行那裡做任何的交易 還有要在場 即使可能anyone to sign 你都可以跟銀行職員說 如果去拿到某一個金額的時候 銀行職員需要通知另一個持有人 要得到批准才可以繼續那個transaction 那麼這些條件呢 都可以令到你大大減低 我們剛才所說的一些風險 而去到最後一個我自己覺得都挺有用的建議呢 就是如果你打算和你的partner 或者可能家人開一個聯名戶口 你可以將那筆金額分成十個小份 例如你想放十萬下去的 那你就先放一萬元進去的聯名戶口 那你再開一個個人戶口 設置一個自動轉帳的方式 每個月將一萬元轉入去的聯名戶口 那就可以令到你那個戶口 不會一次過存放了所有的資金 即使可能你發現另一半 或者可能另一個持有人有一些你懷疑的行為 可能他想拿走所有的錢 他都未必可以及時拿走所有的錢 所以這個方法呢 就可以將我們剛剛所提及到的 擅自提走資金這個風險呢 減到最低的 那如果使用完我剛剛所說的那四個方法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大大減低到 可怕事件發生在你身上的 再重新多次 這條片其實純粹是個人經驗所分享的 那我們都是針對事件去客觀分析這個情況 那今集呢就是講到這麼多 因為我不想太過複雜這條片 因為聯名戶口和授權人這個 topic 其實是很闊 還有很多詳細的資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那今天呢只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分享 如果大家再喜歡這條片的話呢 記得留言和讚好這條片 如果你學到一些新的東西的話呢 都希望你可以給個讚好支持一下我 如果這條片可以超過100個讚的話呢 我就會拍另外一條片去講多一點 關於銀行的一些資訊給大家聽 那希望大家在這條片都學到一些資訊 那我們有機會的話下條片再見 拜拜